各位弟兄好 我是志成老師 從這期錄音開始呢 我們會跟大家一起來探索 奇蹟課程正文的第八章 回歸之道 我們今天講解的是 第八章第一還有第二節 讓我們從第一節來看 他講的是這部課程的方向 第一節的第一段呢 第三句他說 平安是抵達真知的先決條件 因為活在衝突中人是不可能安心的 而平安卻是真知的必備條件 只因他是天國的必備條件 當然他這邊所謂真知啊天國啊上主 其實都是同義詞啦 那你會發現說奇蹟課他很注重平安 他屢屢強調上主的平安 上主的平安集在其中 這句話大家都很熟悉 那為什麼平安是這麼的重要呢 因為大家知道小我他其實就是 是以分裂起家的 而分裂其實就是一種衝突跟攻擊 那你的心靈處在衝突 跟上主衝突 跟靈性衝突 跟愛衝突的那個狀態底下呢 是絕對沒有平安的 所以他這個平安其實也搖指那個一體性 因為平安你是放下衝突 放下對立 二人對立一定是衝突的 接著讓我們來看第二段 第二段他說呢 小我種種令人分析的伎倆 成了你學習的障礙 但除非你賦予他力量 否則小我無法使你分心 那這個分心呢 其實個人他常出現一個字 叫做Mindless M-I-N-D-L-E-S-S Mindless 我們一般是翻成叫失心 失心狀態 失去心靈的狀態 那這個分心呢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 大概在第四章那邊有讀到的 就是小五最喜歡在一些瑣碎的事物 忙個不停 解決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 或者根本沒有問題的問題 那你會發現說小五他會一直 像分心這個字很好 因為你會發現小五他會一直把我們的心靈 那個注意力轉向外面 也就是轉向身體的層次 所以幾乎你在這個世界所碰到的人 他們對自己的心靈的狀態 其實都是陌生的 就不太知道自己是誰 然後也不太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那做一件事到底是為什麼 這對我們來說似乎都成了很難回答的問題 還必須要刻意去鍛鍊我們的心靈 才有辦法去回答這些簡單的問題 接著他說呢 小五的聲音純粹出自幻覺 你不可能指望他承認我不是真的 但是這句話讀來有點幽默感 不過也的確寫得很實在 就是你是以小我來修這部課程 用小五想要特殊性 想要去成就靈性 那打包票這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叫小五去承認他不是真的 因此你不是以小五的力量來修這部課程 而是你要援引你心靈裡面 那個聖靈的智慧 讓他來答覆 接著第三段 他說你對小五的每個答覆 其實都在挑起戰火 而戰爭確實會剝奪你的平安 這邊他所謂答覆 其實就是認同的意思 就是說你每認同小五一次 其實你就是在發動戰爭 這戰爭當然是象徵性的 其實就是我們日常生活 常常活在這種定罪啊批判的這種信念裡頭 這個就是他所說的戰爭 那下面這句很有趣 然而這是一場沒有對手的戰爭 仔細想一想 就是在小五這個戰爭中 你跟很多弟兄在廝殺 但你的對手其實是在哪裡 好 弟兄不是你的對手 因為他們是你的弟兄 本質上他們是你的弟兄 好 那其實你是在跟自己投射出的一些幻影 好 不存在的一些人事物 不斷的在打架 好 全部都是自辯自導自演的 那上主呢 上主更不可能是你的對手 好 你也不 不可能打贏他 甚至也不可能把他變成你的對手 好 因為上主對此一切幻象 全部都視而不見 好 那我們此前也講過 其實小五他的那種巨傲 他的那種傲慢 最巔峰的程度 就是認為他有罪 好 那你當認為你有罪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對抗上主 好 因為上主說你沒罪 你偏要說你自己有罪嗎 好 上主說你跟我是一體的 你偏要說我跟你是分裂的嗎 好 把上主當成是對手 接著讓我們往下看到第五段 第五段中間呢 他說一個課程 如果出自兩位理念相反的老師 這課程怎麼可能整合得起來 當然字面上讀起來頭腦都是可以理解的啦 好 但是他真正要表達的意思跟我們 在修行上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他講兩位理念相反的老師 當然指的就是聖靈的思維 還有小我的思維 他特別提醒這個是因為很多人會在 靈性學習的過程去腳踏兩條船 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是從腳踏兩條船的狀態 然後只有少部分的人會覺醒過來 發現他走的這條路其實是一個靈性的小我 而不是真正的聖靈 聖靈的眼光 聖靈的道路 好 那最常見的其實就是 大家都想擺脫恐懼啊 擺脫追究啊 大家都想平安 好 但是沒有很少有人真的想放下特殊性 想要放下我們的自我 好那最常見的這種腳踏兩條船的方式啊 就是去把我們的小我 把我們的自我弄得比較靈性一點 捐捐錢啊 吃讚組織啊 上上教堂啊 好像日常生活中做點好事啊 幫助乞丐啊 做一個好人 那當然這個是好人 但是好人跟靈性是八幹子打不著的 這個是靈性的小我 那在Kent書他是把它稱作叫靈性的特殊性 這個這部分是很值得我們去 如果你真的想要覺醒的話 這部分是我們很值得去留意 接著讓我們來往下看 第二節 禁錮與自由的區別 這節呢 一樣我們從第一段來看 第一段第五句呢 他說 小我根本不知道你的真相 卻想教你認識自己的真相 那你會在這個世界看到 不管是靈性課程還是心靈課程 看到很多人在尋找自我 但不管有沒有上過這些課程 很多人在尋找他們的自我 但是很奇怪的是 其實我們的自我 自我是找不到的 因為自我它是無常的 它是一直在變的 今天有人稱讚你 你就覺得自我價值高一點 明天有人批評你 你就覺得自我價值低一點 那有一天你可能做了一件你自認的好事 你就自我價值高一點 那有一天你覺得 哇你做這件事情 這個傷害到別人 你的自尊性 你的這個自我價值又下降 那你不要講別的嘛 光這個自我價值這麼的漂浮來去 浮浮沉沉的狀態 你要怎麼樣去定位你的自我價值 到底在哪裡呢 所以找不尋自我 可以說是這個世界 小我世界一個天大的迷思 因為根本沒有自我這個東西 你要去哪裡找他 所以你要去找他呢 你頂多是假裝親民 假裝可以找得到 但是實際上 我們的心靈是處於困惑的狀態 因為沒有辦法真的去做自我定位 一個不存在的東西要怎麼去定位 我也不曉得 那這邊更重要的是說 這個假裝知道跟不知道 你看這邊小我他是假裝知道 他假裝知道你的真相 他變出一個自我 然後跟你說 你就是這個自我 呈現出來的那個樣子 那這個叫假裝知道 那事實上假裝知道是比不知道 要糟糕很多的 那我們 我們中國人都知道孔老夫子講的那句話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 你仔細聽 就是說他所說的 承認自己不知道 也是一種知道 這個聽起來有點吊詭 但是你仔細去想 並不會很難理解 因為你願意承認自己不知道的時候 你接下來一步 通常就是在想說 那我怎麼樣可以去獲得真正的知道 不知道嘛 所以我願意承認我不知道 那我就 我可以上網查資料 我可以讀書 我可以請教人 總之 但是如果我看不出自己不知道 我不想要承認自己不知道的時候 你會停止進步 不管是在什麼領域 其實都是這樣 靈性的領域當然也是如此 接著讓我們來往下看 下面的第二段 第七句 他說你若能順著自己的天性去學 幫你發揮原有的天賦 學習本是一件無比愉快的事 那這邊發揮原有的天賦 天賦指的就是我們那個推恩的天性 那 推恩其實就是分享愛 分享寬恕這個是我們的本性 那他接著說你若被說死違反自己的天性 你會越學越迷惘 甚至困在自己過去的經驗之中 也就是所謂違反天性就是 違反那種無條件的愛 無條件的寬恕跟推恩 的分享的那個天性 那我們目前就是活在違反天性的狀態 因為我們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去佔有 如何去抓取 那當我們很努力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跟著小偶去 你會越學越迷惘 因為在小偶的這個架構跟他的思維裡面 很奇怪的事情是 你好像很努力的去追求幸福 但是你往往得到的是痛苦 對啊 而且這個發生的比例實在是很高 讓你不得不起一些懷疑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很努力的要去得到幸福 可是最後卻得到痛苦 那可以說小偶他其實 他的這套思想體系 是有一個結構性的錯誤 所謂結構性的錯誤就是說 這個錯誤並不是偶然的 今天並不是因為你運氣不好 你才找不到幸福 而是說小偶他這個 他的結構就是 他會很努力的呢 幫助你去尋找幸福 可是總是往錯誤的地方去找 好 那這個是小偶他一個結構性錯誤 因為小偶的前提是分裂嗎 好 是衝突嗎 好 那這些東西又會引出 醉疚嗎 還有恐懼嗎 對啊 那這些都在你裡面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真正找到幸福呢 就算是找到一個如意郎君 過不了多久 你也會把你裡面一堆的恐懼跟醉疚 給投射在他身上 那這種投射怎麼會可能吃你幸福呢 好 那這也是為什麼小偶讓我們覺得迷惘的原因 好 因為看起來你好像去尋找一個正向的東西 可去得到一個富翔的東西 然後自己還不明救你 到底是為什麼 好 接著讓我們來看下面第三段 他說呢 只要你的意志保持自由 小偶便無法傳授你任何東西 因為你不會聽信他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一節呢 他在講自由 好 那首先呢 這個自由呢 他講的是屬於心靈的自由 而非身體的自由 好 所以這個自由也對我們一般人來說 會比較陌生 好 心靈的自由到底是什麼 好 特別是他指的這個實相的自由 靈性層次的自由 指的到底是什麼 好 那我們此前在講解正文的時候 有提示過大家一次 就是說他所謂自由 就是無所限制 好 freedom呢 其實就是limitlessness 好 就是無所限制的意思 好 那你再去看 到底是什麼東西 把我們的心靈給限制住 好 那這就講到說 在大概三年前吧 我還在高雄當兵的時候 那有一次就是我們船上的 一位弟兄 我們船上也都稱叫弟兄 一個上兵 然後他這個酒駕 而且還很誇張 這個酒都喝到醉醺醺的 然後還想要進哨口 那個哨口的這個衛兵呢 一聞就聞到他身上酒耶 立馬把他抓起來 因為現在酒駕在軍隊裡面是很嚴重 結果呢 就連坐法 就因為他呢 所以我們全船的官兵 就被被迫要關在船上 一個禮拜不准下船 我們那時候船是靠岸 一個禮拜都不准下船 然後每天晚上都沒辦法放假 就是不可能放假出去 就是在船上接受軍技教育 這也是倒霉催的 這個他的問題連累到我們 可是非常有趣的是 我發現那個事件 我在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了物 因為那一週呢 我就一直在思考說 奇奇克人他所說的自由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就一直到那個時候 其實我思考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 但是一直以來我覺得自由這個主題 非常的抽象 令人捉摸不著 你如果讀過一點關於哲學啊 道德哲學這些東西 你就會曉得 但是在那一週我卻領悟到 奇奇克人講的自由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很有趣的是 我的身體是沒有自由的 我被關在船上 想出去放假都不行 但是我的心靈卻是 我的心靈卻感到一股自由 因為我領悟到奇奇克人所講的自由 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終於弄懂了 為什麼他的那個練習手冊 199課 他說 我不是一句身體 我是自由的 你回想一下我們剛剛講那個定義 自由就是無所限制 所以你看 他講的愛一定是無條件的愛 死相的愛一定是無條件的 因為條件就是限制嘛 那為什麼說我不是一句身體 我是自由的 因為當你認同這句身體的時候 你的心靈就被身體限制住了 它就被關在這個心靈裡面出不去了 身體當然限制就很多了 當然說到底 真正限制我們心靈的 並不是這句身體 而是心靈對這句身體的認同 這個是需要區分的 那真正綁住我們心靈的 就是那些所謂有條件的愛那些條件 包括你所恐懼的事物 你的罪疚 這些都是層層束縛住我們的心靈 使我們得不到自由的 所以那個時候時我突然明白了 其一個人所說的自由 到底是什麼意思 接著讓我們來看下面的第四段 第四段的第二句 他說 他說小我這種違反天性的課程 你是學不來的 虛意去學這個企圖 本身就侵犯你的自由 使你開始害怕自己的意志 因為意志天生就是自由的 這意志當然是指我們 裡面跟上主的旨意相合的那個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像我們 也曾經有人寫一本書 叫做《逃避自由》 他講的自由 不是其一片講的這個心靈的自由 指的是身體的自由 那你看 他這句話 繞一繞去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開始會害怕自由 我們開始去逃避自由 自由到底有什麼好害怕 你仔細去想想 我們此前一直在談 就是小我他的那個 核心就是特殊性 那特殊性是不是就是限制性 特殊性是不是就是不自由 仔細想一下 接著讓我們往下看 第五段 第五段他也講 繼續講的更深 講到一個也是很匪夷所思 就在中間 小我一直在教你 你一直在教自己說禁錮就等於自由 我想這個是已經完全錯亂 那你會說 我是相信禁錮等於自由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一般所講的自由 都指的是身體的自由 我們反而不去管心靈是否自由 我們一直去很努力要去爭取這個身體的自由 不管是這種民權鬥士 或者說那些青少年 跟他們的父母 要爭取的自由 都是這些身體的自由 可是你看 你很努力去追求身體的自由的同時 你一定是把身體當真的 否則你不會那麼在意身體的自由 那你把身體當真的是否就是不自由的 你的心靈就是不自由 所以其實等於我們是去相信禁錮等於自由 我們去追求身體的自由的時候 我們的心靈反而是受到緊固的 這就是小我裡面 非常吊詭的一件事情 接著我們往下看 第六段 第四句 他說呢 當你逐漸明白自己的意志 即是上主的旨意 你再也不會容許自己的生命中缺少他 正如他也不願自己的生命缺了你 這才是自由 而這才是喜悅 那因為與上主分裂 就等於我們的心靈是失去自由的 所以他特別講 這個才是自由 也就是最後真正找到上主 然後能夠與他合一 因為這才會讓你找到你的實相 找到真正的自由 接著我們看一下第七段 第七段它有好幾個字 它都把它翻成叫做能力 不過我想以這個上下文來推斷 應該是翻成力量 它這個新版翻譯 很多其實應該翻成力量 但是它翻成能力 那這個是不同的 我們在講解那個第六章的時候 曾經有做一個區分 大家如果遺忘的話 可以再回去翻翻看 最後呢 讓我們看第八段 第八段第三句 它說你一旦如此接納了天國 自然會把這一接納帶給每一個人 因為你已接納了所有的人 因為天國的本質就是愛 那愛的本質是合一 所以你接納天國 你就接納了愛跟合一 那你一定就是接納所有弟兄 每一個弟兄